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 中国人在年三十 传统的除夕夜团圆饭之后 多了一项过年的内容 那就是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 春天春天你在哪里 欢乐的鸟儿在歌唱你 盛开的鲜花在遍见你 忙碌的一风在距离着你 今春天和你再拥抱你 春夏春天你和我在一起 今春天和你再拥抱你 春夏春天你和我在一起 必须说央视的春晚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 我代表相声演员给大家拜年 我代表相声演员 你给我代表了 你代表谁 我代表各行各业 我们互相拜年 stell你oscope 加油 开摩 这个时候的马季江坤 多很多次了 鼻鼓一老师多风光啊 正是他们 当然还很多人了 不能为中国观众 开创了一种 全新的过年方式 当然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首届春晚节目的丰富程度 节目之间的串场连接 还有拍摄制作水平 跟后来的春晚都没法比 用一个词来形容 说它有点青涩 比较准确 毕竟那是第一次 但是它创造的记录 却又是后来的春晚 一直都没法打破的 那就是几十年下来 在我最喜爱的历届春晚观众投票评选中 首届央视春晚 一直是观众的最爱 得票最高 不管后来的春晚 还这么华丽 明星怎么众多 节目有多精彩 最受欢迎的还是首届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的诞生啊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过程甚至可以说是历尽波折 最终才得以以这种样式赢得观众认可 那么首届春晚的诞生 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 其中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里首先得说说背景 众所周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 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到了1982年 虽然改革开放才仅仅开始四年 但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明显提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精神需求就显得有点迫切了 于是中央电视台决定 办一台连环晚会 在年三十晚上播出 让老百姓在除夕夜过得更开心一点 想法提出 高层领导很支持 说了要搞就要搞好 要搞出新意来 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搞出新意来呢 毕竟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 谁能够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 1982年11月的一天下午 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王峰 把这位当时央视文艺部的导演 黄一鹤叫到他的办公室 说 老婆啊 这次迎春晚会交给你搞 你一定要把它办好啊 这是王台长的原话 那么对于这项任务 黄一鹤当时什么态度呢 跟您说啊 他是早就憋足了劲 怎么呢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呢 文艺界虽然有些松动 但是到1982年 仍然有很多的进去 这让不少文艺人感到有些憋屈 很多想干的事干不了 那么现在机会摆在眼前了 作为文艺人 黄一鹤当然是大定主意 要办一台中央电视台 从来没有过的晚会 那么他打算怎么办呢 看过首届央视春晚会 肯定记得 当时晚会上 有一个这样的设置 是以前谁都不敢想 什么呀 观众点播 这就是黄一鹤的创新呢 您来看 这是当时晚会现场的点播热线 一共四台电话摆在晚会现场 您想看什么节目 那就打电话进来告诉接线员 由接线员登记 根据统计结果 什么节目点播量最高 那晚会马上就安排什么节目 今天看来很多人可能觉得 没什么 这不就互动吗 是吧 如今手机投票 扫码摇一摇 网络留言 微信 短信 甚至于是弹幕 节目互动手段非常多 可是您要知道 这是在1982年年底 首创从来没有过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晚会 都是先录制好的 领导审核通过以后 再安排播出 而您注意了 这种录播的方式 是没有办法实现观众点播的 所以当年为了点播互动的创新 黄一鹤在首届春晚 也开创了另一项第一次 那就是晚会播出 第一次实现了现场直播 了不起啊 我觉得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这种现场直播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 还不够解放的情况下 那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为什么 因为直播不能够出任何的岔子 万一有人说错了话 万一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那不光是导演 节目组要受到处罚 台长也很可能被牵连 台领导能同意吗 所幸的是 在节目创意阶段 黄一鹤他们提出这种想法 黄峰台长当场就表态 可以 你们放手做 可是台长虽然同意晚会直播了 仍然有一个大问题 摆在黄一鹤的面前 什么问题呢 谁来当这个主持人 我们知道啊 现场直播对主持人的要求非常高 不光要能够随机应变 还得嘴皮子利索 可是在当年 那些个晚会里边 采用的都是报幕员的方式 至于主持人 台里是有的 可是都没有晚会直播的经验呢 怎么办 策划组有人提议 不妨找几位相声演员来试试吧 以他们的嘴皮子的功底 报个节目什么的 肯定不成问题啊 如果再能够加上一点幽默 现场发挥 那不是可以让现场的气氛 更加活跃了吗 一听这话 黄一鹤立马眼前一亮 这有道理啊 他当时脑子里边就想到了两个人 相声演员江坤和马继 这里必须说 首届央视春晚取得巨大成功 江坤和马继两个人的串场 那是功不可没的 该谁了 锁宝丽木仙谱 好 该那个锁 锁什么 他们插和打魂奉献的笑点 让晚会的气氛始终保持在亢奋状态 几乎实现了节目的无缝链接 这种方式是观众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第一支歌 第一支歌唱什么 黄梅戏天仙配旋转 你就抱 还抱什么人家都知道了 算了你随便说两句吧 但是 幻知要爆料了啊 但是您肯定不知道 当时因为启用江坤和马继 客串主持 黄一鹤一度在台里边 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怎么回事呢 刚才说了 因为考虑到现场直播的需要 黄一鹤他们想到了 请相声演员江坤马继 来客串主持人 不过 因为这又是一项创新啊 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啊 得怎么样呢 得上报台领导那讨论 听听大伙的意见 而您才怎么着 就在讨论会上 当黄一鹤把这个想法一说出来 现场就有一位领导顿时跳了起来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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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行 一连说了十几个不行 坚决反对 那位领导为什么反对呢 他的理由是啊 相声演员 嘴太贫 格调不高 他们来主持晚会 会使整台晚会流于庸俗 弄不好还会出问题 你看 江坤当年也被人说格调不高呢 那么出什么问题呢 今天来看 其实根本没问题 但是没办法呀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 才刚刚四年 不少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之前呢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有问题呀 一时之间 台里上上下下围绕着春晚是议论纷纷的 甚至矛头直指黄一鹤 这就是那场轩然大步 当然了 也难怪 央视晚会呢 从来没有过请相声演员来担任主持的先例 那么 最终黄一鹤又是用了什么办法 成功实现了江坤马迹客串主持的呢 下节说 上节说到 让江坤马迹这两位相声演员来客串主持 这是导演黄一鹤他们的创意 但是没想到 这个想法刚提出来 却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在台里边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那怎么办呢 当时黄一鹤也为难了 毕竟那些个反对的意见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他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找台长王峰 看他什么意见 如果他也反对的话 那么这事可能就真的办不了了 结果怎么样呢 要说王峰台长对黄一鹤那真是 那叫真挺 黄一鹤话一说完 王峰台长笑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就按你的意思办 江坤马迹客串主持这事 这才板上钉钉了 好了 主持人风波平息 按说事情该顺了吧 可是黄一鹤 万万没想到 后边还有更大的挑战 在等着他呢 什么挑战呢 这就得说直播现场 1983年的出席晚会上节目开始之后 一切正如黄一鹤的预想 观众参与点播的热情非常之高 后台的四部热线电话 那叫真热 一直响个不停啊 这里必须插一句啊 正是由于这种点播的形式 首届春晚还创造了一个后无来者的记录 什么记录呢 唱这首歌的人很多人都认识 当年著名的 当然现在也是著名的 女歌唱家李古英 这是他在首届春晚上唱的第几首歌呢 第六首 难以想象的 一台春晚他一个人就唱到了第六首啊 这是之后的任何一届春晚 再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事情还没完呢 怎么呢 李古一唱这首歌的时候 首届春晚已经快接近尾声 可是导演台上的总导演黄一鹤 却急得不行 坐立不安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又拿上了一个堆满了纸条的盘子 这个纸条上写的当然是观众点播的节目 但是这一次黄一鹤看都不看 悄悄的给工作人员打了个手势 让他把盘子直接端给这位 当时在台下坐镇的广播电视部的部长吴冷熙 再说当时看到工作人员放下盘子 吴部长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又一盘纸条断上来 当时在他面前已经足足放了四盘纸条 每一盘纸条都堆得跟小山似的 据黄一鹤回忆 他隐隐看到 吴部长额头开始见汉了 奇怪啊 年三十的大冷的天 当年晚会现场可不像现在啊 没大空调 可是吴部长竟然在出汗 为什么 换只告诉你 就因为这四盘纸条上写的节目 不可想象啊 观众点播的一个节目 让广电部部长脑袋见汗了 那观众到底点了一个什么节目呀 前后四盘小山似的纸条 上面写的全都是观众点播的 香恋 那很多朋友肯定要问了 香恋这是什么节目 歌吧 什么歌啊 总导演做不了主 就连吴部长也犹豫不决急得出汗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因为这首歌的确非同一般 具体呢 咱们还得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年 那是1979年12月31号的晚上 新闻联播结束之后 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电视风光片 三峡传说 其中有一首插曲 就是这首相恋 相恋唱的是王昭君的思乡之情 旋律婉转优美 它的风格和以前的歌曲完全不同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所以一下子在民间 在社会上就流行了起来 不过这首歌的流行 仅仅只有几个月就平息下去了 很快被列为了禁歌 禁制演唱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批判说 说这首歌是黄色歌曲 而还有一件事情 你肯定不知道 因为这首歌被禁 他的首唱离鼓一 差点给单位开除了 那你肯定要问了 一首表现王昭君思乡之情的歌曲 怎么就能够是黄色歌曲呢 那么好吧 咱们先来听一段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 没听过 你的声音 你的歌声 永远映走 我的心状 从咱们欣赏的角度听 这其实我听不出那里有问题啊 完全没问题 但是您不知道 当年有一本书名叫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里边说呀 大量采用轻声 口白式的唱法 以气裹声 大量使用上下滑音及颤音 造成油滑挑逗 诱惑的效果 这些都是黄色歌曲的特征 问题就在于 禁鼓一演唱 《香链》采用的正式气声唱法 结果当时 他们单位的领导警告他 如果你再演唱《香链》 那就请另谋高就 可问题是 《香链》虽然被禁 却并没有影响群众对他的喜爱啊 所以当离鼓一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时候 观众就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进来 要求点拨香链 这就是当时吴部长额头见汗的原因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三年多了 可是没谁说《香链》就解禁了呀 可以唱了吗 可是如果不唱 面对全国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你怎么解释啊 你每天才号召人们 跟打电话点播节目 因为观众点了 你不给播 这不是运动观众吗 这运动观众的帽子他也受不了 所以他在两点当中就选择 那么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黄一鹤说 他当时是很想播出这个节目的 所以他一直紧定着吴部长 听到部长这一声令下 他激动的差点一蹦三尺高啊 赶紧转身去安排播出 可是一转身 黄一鹤突然傻痒 怎么着呢 因为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 观众会点播相恋 所以现场压根啊 就没有伴奏带 怎么办 黄一鹤只好命令身边的工作人员 大家赶紧去找 因为晚会时间已经不多了 前面说到就在首届春晚的直播现场 总导演黄一鹤遭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群众想听歌曲相恋 可是因为这首歌呢 当时还属于禁歌 现场没有准备伴奏带 怎么办呢 说来也是万幸 就在现场 有一名技术人员说 他们家私藏了一盘相恋的磁带 黄一鹤一听啊 你赶紧回去拿钱 结果这小伙子骑着自行车 拼命往家赶 二十多分钟之后 那盘磁带终于来到了现场 这可不是编故事啊 真人真事 包括李谷一啊 听到主持人江坤念出 相恋两个字的时候 他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对 结果当晚 一曲相恋 给了所有的一个惊喜 而这个惊喜 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就这样 有人说呀 相恋这首歌 可以称得上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 开山之作 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首届春晚 好了 说完相恋的一波三折 咱们得说另外一个节目了 这个节目 相信不少有点年级的观众印象非常深刻 首届春晚最火的两个节目 除了歌曲相恋 那就得算是 王景瑜表演的 吃鸡 您瞧瞧那个发当的表演 当年可是把观众得笑得前仰后 之后王景瑜也因为这个表演 红遍了大江南北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这么好的一个节目 观众差点没看到 怎么回事呢 这儿咱们介绍一下 其实王景瑜创作的雅剧吃鸡 并不是新节目 早在1963年的元旦晚会上 王景瑜就表演过 他夸张的动作 精彩的表演 把周恩来总理的眼泪都给笑出来了 到了首届春晚的时候呢 黄一鹤就想让他给全国观众也表演一回 可没想到 王景瑜一直不同意 直到离春晚直播 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了 他依然不松口 江坤和马记上门做工作 也没用 就是不卖账 这让黄一鹤很纳闷啊 你说一个雅剧而已嘛 既没有什么歌颂 也没有讽刺谁 纯粹是逗乐了一个节目 周总理都看过了 没问题 你王景瑜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在全国观众面前演呢 后来黄一鹤了解到 还真是有原因的 怎么回事呢 王景瑜创作吃鸡 其实纯属偶然 那是有一次他到广州演出 演出期间听说广东的闷罐鸡很好吃 于是他就想尝个仙吧 可是不料想 他吃的那只 没有闷烂 吃起来特别费劲 结果就吃着吃着吧 来了灵感 回去就创作了这个雅剧小品 吃鸡 按说这纯粹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节目 只是为了逗大家一乐 可没想到在之后那个特殊的年代 这样的节目竟然也受到了批判 说他什么呢 说王景瑜的吃鸡 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代表 作品要批判 作者更要批判 结果多次的批判 给王景瑜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之后但凡只要提到吃鸡这个作品 他的心里就发出 那么黄一鹤又该怎么办呢 要说这黄一鹤当年为了守戒春晚 可真是费尽了脑子呀 知道了王景瑜的病根 他就跑去找台长王峰了 那么找台长干什么呢 请领导批示啊 让王景瑜表演啊 结果果然 看到领导批示 王景瑜终于松了口 答应表演了 不过 答应是答应了啊 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就在春晚直播前两天 王景瑜突然跟总导演黄一鹤说 雅俊是心生事物 万一观众看不懂冷了场 那多丢单费的脸呢 他还是打了退堂鼓 倒是黄一鹤一听 还乐了 这还不简单 你怕观众看不懂 我给你一只鸡不就完了吗 一句话 就把王景瑜的退路给断了 但是在当年的春晚上 王景瑜的这只鸡呀 好像还出了问题 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王景瑜拿着鸡进场的时候 当时思琴高娃和严顺开 正在表演小品逛场店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新鸡小品 当王景瑜准备表演的时候 他那只道具鸡竟然不见了 下一个节目 等等小庆 先别抱 我鸡子丢了 鸡哪儿 毛主持 我那道具丢了 鸡 飞了吧 不 烧鸡能飞吗 乌了太热 热啊 飞不了 您别到了 鸡哪儿去了 我的道具哪儿去了 江坤 你怎么把我道具给吃了 江坤 你怎么把道具吃了 谁说道具 谁说道具 这是真的 江坤你怎么搞的 人家演节目用的 你看你拆成什么样 停 在表 展坤 展坤 我给你 这是怎么 最能具 不是人家演节目用的 你给人吃了 怎么留着 你说的怎么办 你这人也是 没那鸡就不能表演了 无实物表演不会吗 无实物 小庆你给他报告 你把哪部分给我吃了 你 结果就这样 因为实在没办法 王景瑜只好 硬着头皮上台表演 在当时啊 有不少观众 为王景瑜捏了一把汗 那么这个情况 真的是一个意外吗 江坤真的不知道 他吃的是道具鸡吗 这里 幻知要揭秘了啊 其实从小品逛场店 王景瑜拿着鸡进场开始 到江坤现场吃鸡 再到刘晓庆 报幕时的插头打魂 其实这些都是导演 黄一鹤的 事先安排 干什么呢 为王景瑜的楼食物表演 做铺垫呢 经过前面这么一闹腾 现在谁都知道 他在吃鸡啊 就这样 没有食物 没有对白 没有音效 可是通过 这些语言 令人发酵的表达方式 展现了一种对吃的渴望 和世俗的快乐 后来黄一鹤说呀 这正是他指导春晚 想要表达的主题 那就是快乐 过年嘛 不要谈别的 开心就好 喜庆就行 而也正是他的这种理念 春晚啊 一炮而红 火了 这里再爆料啊 首届春晚播出之后 从大年初一开始 中央电视台的收发室 每天都收到几千封 寄给春晚节目组的信件 有表扬的 有慰问的 有对幕后好奇提问的 也有提出宝贵意见的 那都是一麻袋一麻袋 往黄一鹤办公室送的 最后没办法 中央电视台只好对春晚信件 单独设立了一个收发室 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是 因为首届春晚的成功 给全国亿万观众 带来了太大的惊喜 有人在来信当中说 中央电视台 是人民的电视台 在当时 这是对春晚全体工作人员 最高的赞誉 从此春晚也成为了 年三十老百姓 必不可少的一道年夜饭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咱们的下期再见